媒體的標題我剛剛講過不是我的本意 我沒有說媒體的標題 我看你裡面的內容 你自己也提到有獨立國協跟歐盟的模式 那我是舉例過去有人提過 立委的問題讓陸委會主委陳明通急跳腳 趕緊解釋 因為他接受專訪 抛出不涉及消滅國家主權地位 或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兩岸還是有許多的可能性 像是採取歐盟模式 獨立國協模式 或是建交成為兄弟之邦 我只是舉例 個人也沒有這個想法 我們本身沒有討論這個東西 也不是政府的政策 那最重要我們還是 有捍衛這個國家的主權 跟這個民主憲政體制 不能作為談判的議題 而且談判不能設有這個政治的前提 強調兩岸兄弟之邦 不是他提的 是另有其人 但引用誰的話 怎麼問都是這個答案 曾經有人提過 你們大家都知道是誰提過 我們尊重這種社會有各種討論的看法 我想這幾個字大家都知道 你去查查過去有一些人有提過 你為什麼不願意直接講的 我說我沒有這個想法 我只是 那你為什麼要拋出這樣的想法 這個社會有討論過你們可以去收集好不好 來源從有人變成有一些人 翻閱資料台獨大佬郭寬敏曾經在2011年提過兩岸兄弟之邦 但陳明通絕口不提 畢竟相建交前提就是國與國的關係 回答我的問題就好 你覺得兩岸有沒有機會談 我們要先建立制度啊 立法院審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增定第五支三條草案 強化政治議題協議前的監督機制 建立高門檻的國會雙審議 最後由公民覆決來決定 但這是設下禁區維護主權 還是關閉兩岸未來政治溝通的可能性 不同陣營各自解讀 歡迎新聞淩宇人陳怡蓉台北報導 《額,可嘉倫如》